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HuOiMida 今天這支影片的主題是我從來沒有在我頻道上拍過的 因為如果大家Follow我很久很久的話 還不一定真的知道我的個性其實是一個喜歡那種怪怪的東西的人 我想要跟你們說我一個奇怪的屁好 就是越奇怪的東西我就越喜歡 所以我今天想要跟你們分享就是我上一次去日本 還有我這一次去日本的戰利品 有興趣的朋友們就請你們繼續看下去吧 好,其實我上禮拜在我的Instagram上面 有發了一個sweet one 這個是我在迪士尼買的 然後我這一次跟莎莎還有金正故事去迪士尼的海洋世界 海洋樂園 他有分陸地跟海洋嗎?反正我們去海洋的 然後我在那邊買到的 所以我不確定陸地的有沒有 所以我本來是想要買史迪奇 然後金正故又跟我說他覺得史迪奇 就是在台灣夜市就買得到了 所以如果是叫我不要買史迪奇 我就覺得嗯?我想好像也是 所以我後來就買了蘇利文 就是毛怪 超可愛的 雖然我覺得他有點定的啊 但是 就是你知道他每次放在床上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不太知道到底應該要潰在哪裡 就是有的時候我會這樣子 把他潰在後面這樣子躺著 對,這樣是也蠻舒服的 但是因為 我的 我的枕頭有四顆的關係 所以有的時候也不太需要他 而且我覺得他唯一 哇!啊! 我的沙力掉了 沙力痛痛 好,反正呢我要說的是 我覺得他唯一的小缺點 是他上面的這個 這應該算是他的指甲吧 他這邊比較硬一點 所以我每次就是有時候 碰到皮膚 我就會覺得有一點 啪啪的感覺 但除此之外是還好 我覺得他就是這樣抱著睡睡著 嗯?好舒服喔 好,這是我第一個買的 這應該也不在垃圾吧 就是我爸媽看到我買這個的時候 他們就跟我說什麼 要買一些就是 龍蜜集的東西 但我就覺得 不會啊!那麼可愛! 好,這是我第一個買的東西 嗯,好 然後呢 其實我在迪士尼沒有買很多東西 就是 因為我真的還是比較喜歡玩 所以 迪士尼我就沒有買很多 然後第二個是這個 就當初我們三個女生 就原本是說好 就是都要買米奇米 但是 我今年的三月份 四月份 我就有去高雄參加那個什麼米奇展啊 然後那時候我就是拿到米奇的嘛 嘖 就他有人跟我在阿姊的頻道 跟我說是什麼 摸米奇 我覺得超好笑的 所以我想說那我就不需要買那個米奇的部分 所以我就挑了這個 麥克華斯基 是麥克華斯基嗎? 麥克基 麥克 麥克 是麥克華斯基吧對不對? 對啦! 麥克華斯基啦! 我就覺得他很可愛啊 你們不覺得就是 只有 很G的人 才會挑麥克華斯基的這個 髮式嘛 髮圈對不對? 反正呢 它這邊有點重啦 所以我平常就是如果要化妝的話 我也不會特地把它拿來當作是髮固 就是哭起來 因為它就是重量有點太重了 第三個東西想跟你們分享的是 我上一次在日本買的 就是因為上一次我跟米露是 住在秋葉園附近嘛 然後秋葉園附近就是 你發現那種公仔啊 或者是 牛蛋什麼等等之類的 對然後 因為我自己個人真的就是超喜歡那種 很恐怖的 變態的東西 角色 對所以我就買了他 就是他 他就是他 就是小丑 一開始就是 原本我還有點害怕 不敢把他扛回台灣 因為我覺得他太大了 我怕我的行李放不下 但是那時候米露就一直跟我說 你就買吧 因為你絕對不會後悔 我發現買這種東西啊 你真的是一買你就會上癮 因為我真的是發現 我近幾次只要有朋友丟給我說 欸這個公仔 就是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歡他嘛 就是我身邊的朋友知道我很喜歡他 特別是男生朋友 然後他們就是只要 因為他們其實 我覺得這個男生都蠻喜歡的 然後 然後我朋友就跟我說 欸有他的其他的公仔 然後就問我要不要買 還免運費幹嘛 然後我那時候又在日本 所以 我就想說好 那我要下單 我之後下單之後 寄來 我會再跟你們說 然後我覺得他很可愛是 因為他後面這邊就是 有一個暗女 然後他會出聲 我覺得超酷的 然後這是第一個 然後還有第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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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很可愛嗎 天啊我當時聽到他會發出聲音 我就立刻決定要買他 我就覺得 oh my god太可愛了 雖然他很難扛回來 然後我還在農曆 7月1號的時候 我把他的部分給拆開 我就是期待他就是可以從 盒子裡面爬出來好不好 所以我就把他給拆開 可是 對 他到目前為止是沒有給我爬出來啦 所以就是還是非常安全的 對我就很愛他 因為如果你們問我說我最喜歡就是 哪一些恐怖的角色 我覺得除了他之外就是 恰吉我也蠻喜歡的 然後還有誰 就他們兩個我最喜歡吧 就是最喜歡小丑跟恰吉 對 然後你要說日本的話 你就喜歡真子 可是真子我真的沒有找到 鬼兄女我也有買到啦 鬼兄女是我那時候在結帳的時候 一個人轉頭 然後發現鬼兄女在我後面 然後就覺得 OMG 太可愛了 不然我打開看看好了 因為你們應該想知道他打開樣子 這集變得太香 我跟你們說我真的從買回來到現在 完全沒有開過 蠻可愛的 他這邊有一顆頭啊 就是有張臉可以讓你換 就是我在猜中很恐怖的公仔的時候 我都會想說 我如果把他拆開了 是不是就等於解除封印 就是他會不會突然 突然給我動起來 但是他們可能說趁我不在家的時候 可能在家裡開 然後就跟玩具總動員一樣 其實 其實你們不覺得玩具總動員還蠻可怕的嗎 只是因為他們長得很可愛 所以我們不覺得他靈異 所以 拜託大家不要騎這種恐怖的角色 今天把他打開我就只能把他打開 唉唷喂啊 他現在這樣很像上鏢的感覺 可愛 唉唷 他可以換 我真的很怕把他弄破了 唉唷 他把他這樣喔 他是可以換 唉唷喂 唉唷 斷 唉唷 唉唷 這樣已經裝上去了 好啦 他根本長這樣子 好不好 這是我換了另外一顆頭之後的長相 哈囉 哈囉 阿羅哈 阿尼亞西唷 好可愛喔 好啦 這個不要拆好了啦 反正他就大概這麼大隻啦 好不好 因為太難拆了 滿可愛的耶 這是我在 倫敦買的 就是在倫敦的一間 他有點像那種二手的公仔店 我也不確認他是不是二手 反正他就是一間公仔店 然後他是在一個市集裡面 然後我挑的 我本來那 在那個市集裡面 我有看到很多 我非常喜歡的 一直都沒有打開的這個 調理包 鬼娃恰吉的調理包 嗯 我真的捨不得把他打開耶 還是我下次就乾脆直接把他打開開箱來 來吃吃看裡面的味道到底是什麼 嗯 這個是血的pasta 這是血的咖哩 喔 這是血的咖哩 然後這個是血的pasta 所以他就是一個是沾麵的 一個是沾飯的 好 那不如下次我開箱來吃這個好了 這個我看很多人都有收集 因為他其實價格真的是蠻不貴的 大概五六百塊 然後他真的可能就是比較稀有一點的公仔角色 可能價格就會比較高一點 就我們家有收集Avengers的全部 然後我自己個人是覺得我雖然喜歡Avengers 可是我沒有到一定要收集所有人 但是小丑就是超喜歡 所以我就收集了他 那他其實不只有一隻喔 他後面這邊其實還有很多不一樣的 就是 嗯 電影裡面的角色都有 不只一個表情 有很多表情 然後他也有出吊飾 我有一個吊在我的那個包包上面 卡風的部分我也有買蓬蓬與丁滿 雖然我一直就是在網路上說 我真的很不想要去看獅子王 可是蓬蓬與丁滿真的太療癒了 所以我就買了他們兩個 那大家看得到嗎 蓬蓬跟丁滿 好可愛喔 有那個阿卡麥塔塔的感覺 因為我很喜歡七龍柱 嗯 我好像從來很 我應該蠻少在我的影片上面說 我喜歡七龍柱或柯南 所以就是他裡面所有角色 我幾乎大家幾乎都知道 然後我最喜歡的是18號 而且他也有17號欸 記得我好像大學畢業後吧 我有陣子把頭髮剪了 跟現在差不多短 然後我去染了18號的頭髮那個顏色 因為我就是覺得我很想要 跟18號一樣就是 我覺得他很帥 然後再來就是一些我覺得 比較可愛一點的 大家比較不會害怕的 就是我也很喜歡 史努比 所以史努比呢我也是買了 我沒有買到全套阿 但是就是 他在他的架上面上面有的 我都有買 馬西是我以前小時候很喜歡的一個角色 史努比跟查理布朗 嗯 但我覺得他很38 所以我對他還好 我只是覺得剛好有他 所以我就買了這樣 欸他這個價格其實每一隻都不一樣 這個才918日元 然後這個要1300 然後這一隻要1000 因為他每一隻的價格都不一樣 PATTY 因為我覺得他有雀斑很可愛 有沒有其實我都很喜歡長短頭髮的角色 就反而長頭髮的我都還好 這個他是一個版本 然後這個是另外一個版本 所以他是不一樣的 好不好 完全塔拉 欸沒有欸 他是卡塔的 他是一樣的 這兩個是一樣的 這個我就有猶豫要不要把它拆開 因為他其實放在整個裡面 不知道欸 不然我打開一直給你們看 好不好他可能可以這樣很穩吧 欸 站滿穩的 欸其實滿療癒的吧 對不對 我不知道看到這邊 大家會不會就是已經覺得不太想看吃的 但是吃的我想給你們推薦 因為我這一次買到了 兩種我覺得超級好吃的日本食物 巧克力洋芋片 這個我完全不想送別人 也完全不想送別人吃 為什麼 因為呢 他是我在大學一年級的時候 吃到的那個味道 因為我大學一年級 跟一個日本女生一起住 然後他算 他是 媽媽是日本人 爸爸是台灣人吧 所以他會 他本來就會日文 然後他還念日文系 所以他日文系 永遠都當第一名這樣子 然後我記得他那時候 就是寒假過完之後 他就默默的就是把這個 巧克力洋芋片 放在我的桌上 給我吃 然後大概分了我兩三片吧 然後我就是 一吃下去 我就覺得 Oh my god 我從來沒有吃過 這麼好吃的巧克力洋芋片欸 然後 我那時候 因為我也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沒有問他 但是我就是 每次只要去便利商店 或者是 anyway 任何地方 我只要看到有類似的東西 我都會買 因為我就覺得我想要尋找 當晚的味道 然後就直到 上個禮拜終於被我找到了 原來就是這個 這個是我在日本的 成田機場的免稅店買的 就這麼大包 然後他裡頭長這樣 就是巧克力洋芋片 這超肥的 這樣超好吃 它有巧克力不是那種 廉價巧克力的味道 鹹甜鹹甜的 然後最後是這個巧克力 這個 我之前真的沒有吃過 它就是巧克力磚 然後這個是抹茶口味 這個是黑巧克力口味 它其實有非常多不一樣的口味 但是它要記得一定要冰在那個 冷藏或冷凍 不然的話 它會油氣 這個真的超好吃的 我打開給你們看 其實我反而覺得那個 黑巧克力的更好吃 它裡面長這樣子 對 我覺得我從來沒有分享過 我的另一面 就是我非常的喜歡這一些 我覺得 我自己很喜歡的東西 就當然你要 它也就是很可愛 很可愛 當然也OK 但是就是我另外一面 是我喜歡那種很奇怪的東西 就是恐怖的 有趣的 那種我都會很喜歡 台風天 開箱 日本 戰利品 那如果你們喜歡今天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這支影片點個喜歡 然後還沒有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你們可以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歡迎Follow我的Instagram 然後如果還想要看阿遠開箱一些 奇怪的東西的話 歡迎告訴我 我會開箱的 好不好 好就是這樣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安妞 嗨